我们都有无法延述的至暗时刻 一切不为人知的暴风雨 一些被打碎后重建的观念 是成长必修的课题 静待它过去 我们终将会成为更丰满更平和的大人 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加密阿法 非常期待与各位观众老爷相见 现在是新加坡时间的2024年4月11日周四 下午的3点38分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下Zulu Zulu Nightwalk 它目前已经完成了300万美元的总值能潜融资 作为第一个提供EVM和UTXO支持的两层Bitcoin 类液处 那么Zulu这个网络将释放比特币生态系统的全部潜力 我们这边通过简单的交互任务 包括每日迁到以及测试网的交互 就可以获得到相对应的ZGP的这样一个代币 可能是积分也可能是代币 但这些都是会做ZGP的积分 这些都会作为未来空投的一个凭证 那在开始这个视频之前的话 我们先去简单的说一下 早现在24年的3月2月 也就是过了一个月左右吧 那个有出过一个项目了 它对这个项目但必名称为ENK 它已经是空投了 现在已经不能再去做那个任务了 估计啊 这是领取的空投的页面 那我们首先点到这里之后的话 选择到这个1的这个板块 板块当中的话 要去核验一下这三个NFT 然后它这边到时候会有按钮的 那我可以直接来先切换一个钱包 给大家演示一下 那我重新换了一个钱包 给大家演示一下 如果你有这个资格的话 比如说看我早期这个项目上 然后是每天在交货的话 应该是有这个资格的 然后点击一下这个check 然后如果有的话 它这里不会出现我这样的一个标识 因为我用了一个新的号码 它有的话会出现到一个climb 那个NFT 以及是相对应的那个ENK 然后第二季的话 应该是马上就要来了 大家也可以持续关注一下 那这也是我们做的一期项目当中 它发了这样的一个空投 有参与的 你肯定要去看一下 自己有没有这个资格 到时候我会分享在视频的简介处 到时候这个网址的话会贴在那里 然后你去查询一下 那我们这边说完之后 就开始进入今天的这样一个教程 那这里有简单的一个教程 是在推特上的 我们这边就一一照做吧 那我们这边首先第一步是要去 加入相对应的这一个网址当中 那我们点击一下加入 加入的时候 等待它响应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具体是什么操作 首先是连接到相对应的小物件包 然后完成一个对应的任务 那首先它这里有两个可以选项 那其实应该没有关系 我们首先选择到一个 它这里如果你选择的是 这个Bitcoin的TestNight的话 它这里会直接跳出完成 Unicide的这个钱包 Unicide的话是我们之前玩 OZGAME的那个钱包 如果你选到Zulu的这个测试网的话 我们就可以勾选到多种了 如果您是第一次观看我视频 或者是第一次入圈的小伙伴 如果你还未注册BN OKEx交易所的话 那么在视频简介处的下方 我们提供了BN和OKEx邀请链接 那么使用这样的邀请链接的话 会获得全网八折手续费的优惠的同时 享受不定期的空头奖励 那如果你是新手还不知道怎么注册这两大交易所 我们以往的视频当中有详细的介绍 建议大家两个都注册一下 这样市面上所有主流加密货币 基本上都是可以覆盖掉的 相对应的我们连接完成钱包之后 它会让我们进行这样一个添加测试网的操作 我们点击一下批准就可以了 然后相对应的切换成他们的这个网络当中 相对的你可以看到它这里代表会变成Zulu 然后我们去一一对应去做 那首先该started的我们这里已经做完了 那我们点击一下确认 然后其实它就是一个签名的操作 那这里我们也已经完成了 接下来第二步关注到他们的推特 推特资讯的话是 关注下目前是24.7k的关注度 包括那个road data上也可以查询到Zulu的Network的这个相关资讯 那这里都有所体现 说明它还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靠谱的测试网址 那我们这边再回到这个页面当中 然后相对应的加入到discord discord的话应该是要加入到相对应的伺服器 那我们这个时候就要先去进行一下那个测验了 那我刚刚没有看具体的人数 因为看起来好像也挺多的 应该有11万吧 刚刚不小心扫了一眼 然后这边相对应的加入之后 要去进行这样一个测试 就是人机合眼 然后我们点击一下continue 然后相对应的再去选择到它 它这里会有一串字符 355 4 9 3 6 然后合眼完成之后的话 这边就会相对应的进入到这个网址 那等一下我们要在这里 要去输入一下我们的地址 就是小回事前方的地址 然后去进行一下零水 那我们这边先暂时不弄 然后我们再加入对应的telegram 然后我这里就在网页端进行这样一个操作好了 就不跳转到小程序当中了 然后我们这边点击一下授权 也其实就是在这里勾选到这个加入就可以 然后我们把这个页面划去 这边也会相对应加入完成 这里就是我的一个邀请链接 那我们点击一下join 这里我们就进入到相对应的这个板块页面当中 目前我已经有200的ZGPS 它其实就是我们早先做的那个任务了 那这里是daily的任务 就是每日千道 然后大概是可以获取到那个最高是70啊 因为这好像是看运气吧 那这里我们相对应的完成一下第三个 它这里其实就是这个零水的了 也就是灰色的这个板块任务当中 然后我们相对应的转到discord当中 大家这个时候不要把这个页面关掉 那首先你就要在这个组框当中去点一下 it然后选择到这一个 Zulu的Tesnet的这个零水的地方 然后把我们相对应的刚刚登录钱包的地址输入进去 然后点击一下粘贴 然后回车 等待一下它的响应 然后它大概会给你到0.01的这个代币 我们需要耐心等待一下 我不知道这个快还是慢 那现在已经收到了 收到了已经 它这里也有所提示 那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就是 它需要在半个小时之后才可以发送另外一条信息 也就是说每半个小时可能才能淋水 我没有操作过 因为等半个小时 这个视频长度就会大大拉长 那我们相对应的转接到这里 然后点击一下这个旋转按钮 然后我们就会相对应的完成这个步 然后再做一下这一步 它其实是做应该是一个swap 那我们对应的看一下这个教程 在交易当中 首先在Metamask复制新的钱包 那我们来进行一下翻译 翻译之后看一下它这里的具体操作步骤 复制到创建新的钱包 然后复制地址 提供最多10笔交易 那我们看一下它这里其实具体是一个怎样的操作 它实际上应该是一个类似于转账的这样一个页面吧 那我们尝试一下 做一下 目前是0.01嘛 然后点发送到不同的钱包地址当中 然后因为只有0.01我们就给的比较少吧 这样子 然后我们去点击一下发送 然后点下一步 然后确认 确认 然后等待它这个响应 我们看一下当前的这个页面当中刷新是否可以体现到 因为它有10次啊 你要交互10次才 可能说有这个ZGP是满的 就200嘛 那我们做了一次啊 我们看一下它是否有没有到账 它这边已经体现了 我们这边点击一下这个刷新 那看来是要完成10次才会有这样一个 那这里的话我们这边也会有体现10次的交易 然后所有的完成之后的话 这里会出现 最终我们看一下10次完成之后 它这里就会成为那个complete 那我这边只给大家演示一次啊 你会看到我这边对应的已经是十分之一了 就说明我已经完成了其中一个 然后你这样交货 如果你觉得麻烦 你也不想创建这么多钱包的话 你可以在 同时也可以在OKX上进行这样一个操作 把你的OKX地址复制进去 然后通过它来去转入 也是可以的 那你觉得不想创建这么多钱包 你在推特的页面当中去看 肯定有人会留下这个地址的 然后你也可以从它的那个地址当中进行转 那个人觉得还是从小狐狸钱包或者是OKX钱包 这两个转会比较好一些 然后我们紧接着下一个任务 它这里是最高可以获得1500的ZGP 分数给的还是这个几分还给的特别多的 它这里是做一个桥的链接 我们相对应的转到任务板块页面 它这里就有一个对应的网址 我们点击一下登录 到了完成之后 它这里会从那个 反正会有这样一个页面 好我们看一下它这里是什么操作 我给大家梳理一下 这里要怎么做 如果一开始选择的话 是那个ZOLA泰瑟奈斯的话 你这里会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你没有 你这边会显示0 因为它是BTC的这个网址 这个币 那很显然我们没有BTC这个币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能就要选择到 这个BTC的这个测试网 那大家都会熟知 这个网络其实连接的是 我们的那个unicide的这个钱包 对吧 如果你在这里选择完成之后 然后连接完成我们的unicide的钱包 它会自动让你添加到一个测试网 测试网添加完成之后 它就会显示Bitcoin 就是已经添加完成 然后相对应的 把我们的地址复制一下 那复制完成之后去哪里呢 来到这个板块页面当中 这是那个BTC上的那个淋水网站 我们把这个刷新一下 我重新再给大家粘贴一下 然后点击 然后这边去核验一下就可以了 那我们这边点击一下那个相对应的这里 然后这边也去勾选一下 然后这里 它这里就会有发送给我们0.000就很多个链 然后我们就选择Bike 然后相对应的转到这个 它这里应该会有一个体现 那0.00017311 有看到吗 这里 有看到吗 看到完成之后的话 我们把这个页面滑 我等一下会把这个页面复制给大家 然后这个主页面我们进行一下刷新 然后选择到对应的那个 unisite这个钱包 这边选择完成之后的话 你也可以看到你的unisite 已经收到了这样一个测试币 然后的话我们就 那因为它只给了这么点嘛 我们就勾选成0.0001 然后我们点击一下那个这个发送过去 然后我们点击一下这里 然后点击一下签名 它这里会 它这个地址复制的话 是那个小狐狸钱包的这个地址 也就是zula的这一个测试网的这个地址 就是你的钱包的地址 然后这边完成了 相对应的 完成之后的话 我们再回到之前的那个板块页面当中 不好意思 我不应该从这里返回 其实就在这个板块当中 在这里 然后我们再次登录一下 然后去进行一下签名 签名完成之后 就会登录到这个一个页面当中 然后我们点击一下这里的刷新 看一下它是否有体现 如果没有体现的话 说明它没有这么快 或者它的意思就是 让我们在两个范围内都需要去进行这样的一个转移 那目前遇到的问题是 它这个的意思 就是要完成到BTC 就其实是两个钱包当中的互相转了 那现在的问题就是 如果你在这个单个的地方去转过去之后 然后我们这边也可以看到相对应的这一个地址 那我打开来这个 给大家看一下就行了 这边的话就会是相对应的 我们刚刚发送过去的那个确认的信息 这说明我们都在交互 但是它有一个操作步骤是要把这个对调了 要把这个换回来 就是做这样一个交互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是填入的话 是BRC20的地址 也就是你的这个钱包的地址 这里的地址填入完成 但现在它一直显示零 我们也没有在钱包当中发现这个ZBTC 以及是比如说Ordino或者是Sites Rights都没有 所以我去了那个DC频道 我去问了一下 询问一下什么情况 他这里会说转账后会有一定延迟 需要耐心等待 一般都是第二天过来查看 所以我们可能需要在这个页面当中 一直等到第二天 因为我们已经把我所有的BTC 全部转入过去了 如果你一开始选择到这个页面 它还没有体现出来的话 你只要耐心停留在这个页面上 等待一会儿 它就会自动体现的 包括你去连接它的时候 它会体现到这样一个数字 然后你进行这样一个转发就可以了 要耐心一点 那你看我这里好像体现出来了 它已经目前有0.0005个 那我们这边去做这样一个交互 0.0004个好了 然后BRC20的地址就是我们刚刚这个的地址 然后这边把它复制进去 然后点击一下withdraw 这边就可以了 我大概等了可能有两个小时左右 所以你得花点时间去等它 然后这边确认完成之后的话 应该就可以 再返回到这一个页面当中 然后尝试刷新 然后点击一下签名 local in签名 然后看一下它是否给到这样一个分数 那看起来好像是给了 430了已经 然后这边做了一个 一共是150 然后这边第五步是withdraw 就是我们刚刚完成的这一个 那现在只有0.0001了 然后我们对应的转到这里 然后点击一下刷新 如果它一开始没有给你 也没有关系 那可能还是需要等 就像刚刚这第一个任务的时候 就像刚刚这个任务的时候 也需要等 我刚刚说了 这两个都要向对应的去转接 要做两次 一个是把它转到这里 然后一个是把那个Zulu的这个转到这里 OK明白吗 然后的话 一般所有的问题都去DC上反应 然后这里的话 分数没有那么快体现 那可能需要耐心等待一会儿 它没有那么快体现 体现完成之后的话 它这里其实就有相对应的那个分数点了 然后这是我的邀请连接 使用到这样的邀请连接 可能会有一些ZGP的奖励吧 包括它其实有个发射性的 可能是团队性的奖励 那本期的教程会比较的详细 和时间比较长 然后请各位观众老爷耐心观看一下 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 多一点耐心哦 就像它这里 那它用的是两种那个Tesnet 然后我们多一点耐心等待一下 它这边就会有显示 如果你一开始出现 Available是0的话 你就耐心等待一下 然后尝试不同的 不停的切换一下 就可以 然后这边完成之后的话 这边都会进行相对的完成 我们刚刚其实有那个操作过了 Withdraw 我刚刚已经演示过了 所以不需要再演示了 那包括 这边的话你变成 比如说我输入到0.0001的话 然后BRC20就是我们刚刚那个地址 它这里就是Withdraw 没有那么快哦 完成之后的话 你这边再去那个进行刷新就可以 那以上就是我本期视频的所有教程了 感谢各位观众老爷的收看 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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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